Hello,大家好,我是Gulu 当你打开网上很多瘦小腿的视频的时候 很可能会看到里面会教你踮脚这个动作 但是我们知道 想要避免一个部位的肌肉变大变粗 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去刺激它 那么踮脚这个动作到底是会帮我们瘦腿还是粗腿呢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踮脚绝对不会减掉我们小腿上的脂肪 想要减脂的话 还是需要全身减脂去控制你每天的热量差 第二点呢 就是踮脚确实会刺激我们小腿上的肥肠肌 尤其是去做一些负重的踮脚运动 有可能会让你的肥肠肌变得更加的结实 更加的粗大 但是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于女生来说 想要增长肌肉 尤其是小腿上的肌肉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有些女生在做完踮脚运动之后 感觉自己的小腿非常的肿胀 那其实是因为你在使用肌肉之后 肌肉的暂时性充血 暂时性变粗 当你做一些充分的放松和拉伸之后 这种情况就会有非常大的改变 那我唠唠叨叨说了这么多之后 到底这个结论是什么 踮脚到底是会瘦腿还是会粗腿呢 其实这取决于你现在本身的小腿形态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是第一种你的小腿肌肉已经非常发达 甚至你的小腿肌肉形态不是很好看的话 那踮脚只会更一步加重你这个问题 你需要更多的是去放松或者是通过改善站立和走路姿势 去改善你的小腿肌肉形态 第二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的脂肪层比较厚 但是你的肌肉比较少 平时运动比较少的话 去做一些这些踮脚的运动 虽然说可能不会让你瘦腿 也不会让你粗腿 但是会改善你的小腿的形态 让你的小腿看起来更加的紧实 第三种情况就是对于脂肪层很少 然后平时不怎么锻炼 小腿肌肉比较松弛人来说 可能踮脚唯一会对这些人有瘦腿的作用 就是因为踮脚可以让他们的肌肉更加的紧实 然后从而让他小腿的维度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踮脚这个动作 如果不能帮你瘦腿 它就一无是处了 就永远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其实踮脚这个动作对我们的腿部的健康 和对你的腿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踮脚这个动作 可以去提高我们小腿肌肉的力量 同时去提高我们膝盖的稳定性 像很多女孩比如说你跑步容易膝盖受伤 或者是你有X型腿或者是O型腿的问题 都是因为你的膝盖稳定性不够 第二点就是踮脚这个动作可以去改善我们 由于久坐或者是久站导致了小腿浮肿啊 静脉曲张啊循环不畅啊等等这个问题 除此之外站立点脚这个动作 有可能对我们的关节造成压力 甚至可能会造成关节的损伤 如果说你有关节问题的话 除了要增强你腿部肌肉的力量之外 还可以去通过一些健康的营养补剂 来改善你关节的不舒服或者是疼痛 接下来就要进入广告时间了 关注我时间长的小伙伴一定知道 我自己的膝盖其实不是特别好 我自己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疯狂的跑步 然后膝盖磨损非常的严重 就只要一跑步我的膝盖就疼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美国医生有 我的不是我的美国医生 是我在美国看的医生 他就给我推荐了一节MUFREIT的营养补充剂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工作室的小伙伴 很多人会买这个给自己的父母啊 或者是家里的老人去吃 MUFREIT一节这个品牌 如果说你健身或者是你喜欢跑长马啊 这些东西你一定会知道他们 他们是美国专门关注我们关节健康的营养品牌 它的安糖产品无论是在美国呀 还是在国内现在销量都非常非常的不错 如果说你不知道安糖是什么的话 它是我们人体天然会合成的一种物质 也是我们身体软骨细胞最重要的一种营养素 它对我们整个关节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过我跟MUFREIT合作过太多次了 我觉得你们已经不太需要我再去科普这个品牌了 但它其实有几款不同的产品 如果说你不知道你自己应该挑哪款的话 其实最火的两款就是第一个是这个红瓶 第二是这个绿瓶 如果说你的膝盖没有明显的痛感 只是轻微的不舒服 你想要去增加你的关节稳定性啊 或者是说你平时运动非常频繁 想去预防关节问题的话 推荐你选择这个MUFREIT一节的红瓶 其中的安糖和软骨素主要作用于软骨 而透明质酸呢 主要用来增加关节的滑液 同时还特别增加了舒缓因子 帮助缓解我们关节的疼痛和不舒服 但是如果说你的膝盖已经有了明显的痛感的话 你想去缓解这种痛感 缓解炎症的话 那么推荐你选择MUFREIT一节的这个绿瓶 因为它里面加了MSM 它是一种天然的物质 它不是止痛药 但是它可以帮助你去缓解你关节的痛感 它们618期间有非常非常多的优惠 然后我把具体的优惠信息打在屏幕上面 大家可以趁着618的时候去他们MUFREIT的天猫体肩店 去囤一些无论说你是想要关注你自己的关节健康 或者是你想要买给家里的老人 都非常非常地合适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啦 我是Kulu 我会在这分享更多的健身食谱和健身干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爱你们 吃啦